嫁给周旭妍的第三年 她让所有人瞒着我 在外面养了更年轻娇嫩的女孩 身边人都说 我是她的白月光 她的软肋 可她却在喝醉后笑颜 临避寒啊 娶到手才发现 不过而而 十七岁时发誓 会爱我一辈子的男人 此时抱着年轻女孩红 她那么无趣 当然最爱你啊宝贝 我离开那天 一如往常 没人看出一样 庸人笑着问我 是要出去逛街喝茶吗 我也轻笑点头 今晚不用准备晚餐了 文君有她心 拉杂催烧枝 催烧枝 当风扬其灰 周旭言不知 不过而而的林碧寒 是个匠种 她的人生词典里 从没有原谅二字 我抱着大衣 手中的袋子 装着护肝的药片 走廊很长 灯影落在油画上 折射出斑斓的光 又聊天地落了满地 尽头的房间 轰笑声一阵高过一阵 这里一整层 都被周旭言长眠抱下 闲杂人不能靠近半步 所以他们连房门都没关 鞋跟被地毯的长容 绊了一下 我弯腰时 梗子间的项链 忽然断了 大大小小的珍珠 滚落一地 我心头莫名刺痛了一下 正想蹲下身 捡起那些珠子 就听到了周旭言的声音 别呀 我可不像你们那么烂情 我的初恋 白月光 此生挚爱 只有我老婆一个 她大约是喝醉了 染着醉意的声音 长满了骄傲和得意 我不由抿嘴 握着沁凉的珍珠 心像是被玉贴过一样舒展 只是可惜 周旭言忽然叹了一声 取到手才发现 也不过而而 我墨地攥紧了掌心 珍珠各着掌心软嫩的皮肉 笑意僵硬在唇角 那我你周旭言 一把娇软的女声忽然响起 带着点不甘的委屈和怨气 你说此生挚爱 就你老婆一个 那你把我当什么了 明明昨晚你还说你最爱我 男人们都哄笑 傻妹妹 男人床上说的话你也信 再说了 人家爱自己老婆天经地义 你这当小三的还争什么宠 周旭言 你看看他们 女孩的声音里带了哭腔 听起来真是招人心疼得可怜 行了 你们闹她干什么 什么小三不小三的 这可是我正经女朋友 说话注意点啊 周旭言的声音微沉 好像有些不高兴 不是吧言歌 动真格啊 周旭言轻恩了一声 她十八就跟了我 我总要负责 禽兽啊 刚成年你就下手 不怕嫂子和你闹 周旭言笑 她靠我养 拿什么跟我闹 不过 你们还是把嘴壁紧点 我很爱我老婆 不想让她难过 你很爱你老婆 那我呢 小姑娘又不一起来 周旭言伸手将人拉到跟前 搂在怀里哄 这点破事也至于掉眼泪痘子 小姑娘哽咽着撒娇 周旭言 我要你说最爱我 哪怕骗我我也心甘情愿 好了宝贝 她那么无趣 当然是最爱你了呀 我站在门外暗影处 忽然就笑了 曾发誓会爱我一辈子的男人 此时却在哄更年轻的姑娘 但我竟然连走进去质问都不想 一次不忠 百次不用啊 我转过身 走过来时 那条冗长的长廊 十七岁的周旭言 在课桌上偷偷刻下我的名字 她说周旭言爱林碧涵 要爱一辈子 可她的一辈子 不过这眨眼间的十年 那天周旭言回来时 我已经在楼下吃早餐了 她抱着一大束花和礼物 匆匆进来 满脸都是歉意和愧疚 对不起老婆 昨晚实在应酬得太晚 就没能赶回来 我们结婚时她承诺过 不管多忙 也绝不会夜不归宿 但这半年来 她回家的时间 却越来越晚 这次更是整夜未归 我放下筷子 抬眸看向她 西装衬衫领带都换过了 身上的味道干净清烈 难为她 做得这样严谨 她将花束放下 走过来想要吻我 老婆 我发誓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我却抬手挡住她 一字一句问 你昨晚是住公司了吗 周旭言半点都没迟疑 是 你看我换的衣服 都是你帮我准备的那些 说完 她握住我的肩 有些小心翼翼看着我 老婆 你是不是生气了 我今天一整天都陪你 不去公司了好不好 我也看着她 看着她同人里 映出来的那个自己 她的视线不躲不闪 没有丝毫的心虚 而我 竟也能把伤心藏得 严严实实 没有 我推开她的手 先吃饭吧 可她刚坐下 手机就响了 我看到她皱皱眉 挂断 但很快又响了第二遍 她迟疑了几秒 依然还是挂了 紧接着 却有消息进来 周旭言看过后 眉头瞬间拧得很紧 碧涵 公司那边有点急事 你去吧 算了 我让林月先去处理 答应陪你一整天的 她这样说着 可脸上却写着心缘一码 不用 公司的事更重要 快去吧 我平静望着她 连心底的疼都变得麻木 周旭言只是挣扎了片刻 就站起身 那我尽量早点回来陪你 我恩了一声 看着她匆匆上车离开 才后知后觉 擦掉了脸上凉透的泪 给闺蜜打了电话 珍珍 帮我约一下 你们医院今天的体检吧 体检结果出来后 我大松了一口气 我的身体仍很干净 我也没有怀孕 嫁给周旭言时 我身体很不好 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孩子 但为了防止万一 我还是做了详细检查 医生 我想问一下 我的身体 现在恢复得怎样了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我才觉得 郁杰在心头的浊气 消散了大半 攥着报告单出来 刚走到走廊拐角 却正巧听到了 周旭言的名字 周旭言 如果真的怀孕了 我能不能不打掉 我停了脚步 看着不远处的两人 周旭言指尖夹着烟 眉头紧锁 有点不耐烦 而那小姑娘素着脸 哭得满脸眼泪 正拽着她的衣袖 摇晃哀求 周旭言冷笑 我老婆还没生 轮得到你 可这是我第一个宝宝 我舍不得 我保证我会乖乖的 绝不给你添麻烦 也绝不会让你老婆 知道我和孩子的存在 周旭言 夹着烟的手 拍了拍她的脸 别添真了宝贝 孩子不可能让你生的 你听话 打了孩子 我再给你买套房 但你要是不打 讨厌 我可丑话说在前面 你们学院漂亮听话的女生一大把 每天换一个 睡都轻而易举 也不是非你不可 小姑娘被她几句话就唬住了 脸上挂着泪 脸色煞白 我听话 周旭言 你别不要我 乖 去做检查吧 我乖乖去做检查 只是 老公 你之前说你老婆身体很差不能生 如果我真怀孕了 就当是替她生的 孩子也可以让她养着 我不争也不抢 好不好 周旭言沉默了片刻 先去检查 检查完再说 小姑娘抽烟着推门进去了 周旭言抽完烟 掐灭 她转过身时 我装出刚好走过来的样子 看到我 她似乎愣了一下 但很快就换上了紧张担心的神色 老婆 你怎么来医院了 是不舒服 还是哪里伤到了 周旭言握住我的手臂 看起来着急的不行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一个人跑来医院 她上上下下看着我 满眼急切地关心 好像这十年来 她对我的爱意 从没有削减过半分 我的手和脚渐渐冰凉 仿佛骨头缝里都冒着寒气 周旭言怎么就能演得这样深情呢 她一口一个老婆叫我时 她的小三就在不远处的房间检查是否怀孕 可她竟能在我面前半点破绽都不露 以至于我几乎都要分不清 到底哪个周旭言才是真实的她 我没事 只是来看一个朋友 她长舒一口气 一把抱住了我 你吓死我了老婆 周旭言 你很担心我吗 我看着她 轻声问 能不担心吗 她将我抱得很紧很紧 娶你的时候 你身体差成什么样了 我费尽心思给你调养了三年 才慢慢好转 老婆 你知不知道刚才看到你 我魂都要下飞了 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怎么活 我很想笑 嘴角却是僵硬的 嘴唇却不停打着颤 像是口中含了一口热油一般 我问她 那你来医院干什么呢 她抱着我的手臂微紧 哦 我来看一个长辈 她住院呢 可这是妇产科 但我并没有拆穿她 周旭言送我回家的路上 手机一直在响 她干脆关了机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我也留家里陪你 我没说话 只是看着窗外的街景 回去的路 正好经过我们的高中母校 熟悉的一幕一幕 在从前是甜蜜 如今却是裹了蜜糖的刀刃 在戳刺着我的心 视线不知怎么的就模糊了 而模糊的同时 我好像又看到了 曾经的我和周旭言 林碧涵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求你了 听我解释 就听一句 好 就一句 两句吧 两句好不好 少年周旭言 嬉皮笑脸地拽着我的衣袖 不撒手 滚啊 周旭言 你别哭啊 你打我 林碧涵 你使劲抽我 就是别掉眼泪行吗 放在包里的手机 忽然叮咚响了一声 打断了我的思绪 将我瞬间拉回现实 我拿出手机 信息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 她说你身体不好 每次都不能做尽兴 结婚三年没换过姿势 她早受够了 她还不喜欢用安全套 还说怀孕了 就让我生下来 反正你也怀不上 周太太 你这样一无是处 站着位子干什么呢 我忽然就笑了 周旭言好奇看向我 老婆 什么是这么开心 我锁了屏 不动声色道 闺蜜约了我下午茶 我给忘了 她正骂我呢 周旭言好像突然就松了一口气 那你还要去吗 当然 不然珍珍三天都不会放过我 你也去公司忙你的吧 周旭言一脸不悦 我都要吃许珍的醋了 你每次都偏心她 真不想让你去 我们过二人世界不好吗 我回头看向她 她却已经打了转向 准备掉头了 我笑了笑 转过脸 以后还有时间 没错 我们还有一辈子呢 这次我就不和许珍珍了 她送我去了私人会所 就匆匆开车离开了 半小时后 陶渊又给我发了消息 她是不是甩下你不管了 你看 她说我只要一哭 她就会心软 对了 我怀孕了 她说让我生下来 她还说喜欢女儿 可我想给她生个儿子 我算过了 我这一胎肯定是儿子 只是好可惜 孕初期 医生不让我们同房 她给我买的新内衣 还没穿呢 她需求一向很大 你又不能满足她 肯定要别坏了 我没有回复 只是将她发来的所有信息 都截图保存 做这一切的时候 我的手有点抖 也许是周旭妍这些年 演得太投入 我也天真的太过信任她 所以 当她这荒唐 而又迷乱的一面 被揭开时 我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原来床子间 那些让我动容的温柔 也全都是假的 她早就咽弃了我们温吞如水的情势 当我以为克制是爱时 现实狠狠打了我一耳光 日渐减少的同房 不是因为爱和心疼 不过是不能尽兴 所以连敷衍都懒得敷衍了 回家之前 我给昔日的恩师打了一个电话 碧涵 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久才给老师打电话啊 老师 你的考察团队还需要人手吗 我想参加 你的身体能行吗 其实毕业时 我就想加入的 老师也特别希望 我能跟他一起 只是那时候我身体实在太差 考察团要天南海北国内国外的跑 很多地方条件艰苦 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 刚做过体检 医生说只要注意就没有大碍的 你先生愿意吗 碧涵 你要知道 你加入进来 就会常年累月在外奔波 而且我们很多项目是国家保密的 和家人几乎都处于失联状态 老师 我已经决定离婚了 是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吗 我笑着点头 将眼泪咽下去 是 他出轨了 你们十年的感情 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吗 老师 你还记得你当初要离婚时 和我说的那些话吗 文君有他心 拉杂催烧枝 催烧枝 当风扬其辉 我的眼眶通红 眼泪滚滚而落 老师 我是你交出来的 当然也和你一样啊 好 好 碧涵 那老师等着你 等着你来 这应该是我婚后 第一次主动找周旭妍要钱 她在电话那边笑得十分愉悦 老婆 我的钱不都是你的吗 我的卡你随便刷不就好了 那不一样 我难得这样固执 好好 那我让林月现在就去给你转账 周旭妍 我不白拿你的钱 我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三天后 你去我们高中母校的传达室 去找传达室的宋大爷 你还记得他吧 他会把东西给你的 周旭言文言就笑了 怎么会不记得 我高三才转过去 高一高二 我给你写了几百封情书吧 都是他老人家代收的 我也笑了 嗯 那三天后 别忘了去拿 不会的老婆 我现在就开始期待了 周旭妍给我转的钱到账后 我第一时间 秘名捐给了恩师的考察团 打印好离婚协议 和所有信息截图 装进密封袋 亲自送到了母校的传达室 那串断掉的珍珠项链 和他送我的第一枚戒指 被我在工坊里亲手烧掉 丢弃 随同一起化为灰烬的 还有他曾写给我的无数情书 最后一天清晨 我如往常一样陪着周旭妍吃完了早餐 如往常一样送他去上班 周旭妍有些抱歉 本来计划今天带你去泡温泉的 又食言了 没关系 工作更重要 我望着他笑得很轻很轻 快去吧 别耽误了正事 周旭妍温柔却又愧疚地看着我 老婆 你总是这么体贴 这么好 这些年 我忙着工作 陪你的时间太少了 我静静望着他 思绪却游离远去 曾在冬日晨雾里 将我冰凉地守暖在掌心的少年 曾为了娶我 在父母跟前跪了整整一天的男人 十年相伴 他依旧年轻英俊 他爱过我是真 背叛是真 愧疚怜惜是真 可心缘一马 他逆于刺激的情爱 也是真 我知道的 我可以做个笼子哑巴 一辈子都是周太太 没人能抢走这个位子 可我不想做他的周太太了 我要做回林碧涵了 周旭妍忽然上前 将我抱住了 老婆 我好爱你 你等我回来 晚上我们一起吃 我不知怎样艰难 才挤出了一抹笑 怎样艰难忍住了 无味多余的质问 好在他的手机 又催命一样响了起来 我推开了他 快去吧 别让人等 他依依不舍转过身 步履却渐渐匆匆 我笑了笑 转身上楼 如往常一样 换了衣服去花园打理花木 中午简单地吃了一餐饭 午休后起床 我换了出门的衣服 随手拎了一只包 里面放着我所有的证件 和重要物品 下楼时 庸人笑着问我 您是要去逛街喝茶吗 我也点头轻笑 嗯 今晚不用准备晚餐了 他晚上不会回家吃饭的 而我也永远不会再回来 司机将我送到常去的会所 就离开了 我下楼 老师安排的车子 早已等在街角 那辆车是密档车牌 普通人根本查不到 我攥着手里的包 穿过马路 上了车 车门关上时 手机响了起来 屏幕上闪动的名字 是周旭妍 我没有挂断 心里却很清楚地知道 这是我和她最后一次通话了 老婆 我都没脸跟你说了 周旭妍的声音里 满是懊恼和愧疚 今晚有个很重要的应酬 实在推不掉 我不能回家陪你吃晚饭了 但是我保证 今晚一定早早回来陪你好不好 老婆 你可千万别生气 我已经让林月去拿之前 给你订的礼物了 你见了肯定会喜欢的 我攥着手机 望着车窗外 不见尽头的长街 车水马龙的喧嚣之外 却是空荡的清迹 那倒在我心底 盘缓了十年的身影 穿着蓝白条纹校服的少年身影 在这一瞬 彻底从我心里消失了 我清楚知道 我终于不再爱她 老婆 你怎么不说话啊 是不是生气了 周旭妍 在电话那端 小心翼翼地问 算了 我推掉吧 不去了 我晚上还是回去陪你吃饭 不用 没关系的 我垂眸 盯着无名纸上空荡荡的那一处 你忙你的吧 真真约了我晚上一起吃饭的 那我尽量早点回来 好不好 太晚你就住公司那边吧 不用来回跑 多晚我都回来 我没再说话 周旭妍又说了几句 就匆匆挂了电话 我将手机放回包里 在车子轻微的颠簸中 缓缓闭了眼 周旭妍叼着烟站在走廊的窗子边 外面天色漆黑 夜已渐深 林碧寒从前身体不好 作息一贯很规律 这个点 她应该已经睡了 桃院红着眼从检查室出来时 周旭妍已经掐了烟 她看她一眼 冷声问 检查结果怎么样 有点轻微出血 医生建议 这个月最好多卧床静养 那你就先不要去学校上课 在家歇着吧 老公 那你会陪我吗 桃院委屈巴巴地抱住了她的手臂 周旭妍粗眉抽出手 不是给你说过了 别他妈这样叫我 这里没人我才叫的 行了 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你不陪我吗 我今天很不舒服 我害怕再出血 医生不是开了药 你吃了药好好休息 周旭妍直接往电梯那边走 我又不是医生 刘娜也没用 桃院咬着嘴唇 又忍不住想哭了 但怕周旭妍烦 她只能强忍了眼泪 跟着她进了电梯 周旭妍 临上车时 桃院实在没忍住 又转身喊了她 周旭妍台湾看了看表 明显有些不耐烦 又怎么了 你明天会来吗 医生不是说了 这个月不能同房 周旭妍挑了挑眉 找你也是白大 我这个月 要好好陪我老婆 你最好给我安生点 桃院又气又委屈 眼泪连连往下落 周旭妍顾念着她的身孕 倒是哄了几句 好好休养 我抽空就来看你 桃院看着她 头也不回地上车离开 眼泪在脸上冰凉凝固 牙根不知何时咬得酸疼 她想不明白 她又年轻又漂亮 哪点比不上 她那个病秧子老婆 每每想到这些 她都恨之入骨 可她却又舍不得周旭妍 也舍不得周旭妍给她的这一切 只能死死忍着 周旭妍的车子在楼下停住 庸人迎出来时 她如常那样询问 太太是不是已经睡了 正结果她大衣的庸人 却吃了一惊 太太不是和您一起的吗 周旭妍疏然顿住脚步 你说什么 夜色深浓 只有房子里的灯光 笼罩着她 太太下午出去逛街喝茶 晚上司机要去接她时 太太说不用过来了 她和您一起在外面吃 庸人越说越心惊 声音都抖了起来 太太下午出门时就交代了 今晚不用准备晚餐 周旭妍忽然上前一步 一把攥住了庸人衣襟 她还说什么了 一个字不准漏 给我说清楚 庸人吓得脸都白了 没有了没有了 太太就说了 不用准备晚餐 周旭妍猛地松开手 将人推开 她一边急步往楼上走 一边拿出手机 打给许贞 你找碧涵 我们今天没有见面啊 可是下午时碧涵说了 和你约了晚上一起吃饭 周旭妍的声音无比冷静 是她自己都不敢置信的冷静 只是没人看到 她攥着手机的那只手 一直在发抖 碧涵确实给我打了电话 当我有台手术 我们就约了改天再举 周旭妍不知怎么挂断的电话 她又打给了林碧涵 关系不错的其他朋友 却都说 今日没有联络 也没有见面 周旭妍站在主卧外 门紧闭着 那一瞬间 她竟连推开的勇气都没有 林碧涵那样聪明的人 她怎就愚蠢地抱着侥幸心理 以为她真的对她的所有行为 都一无所知 可她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她知道的有多少 她 又能不能争取到她的原谅 周旭妍恍然想起多年前的事 那时候她们都在上大学 因为社团的活动 她和一个学妹走得有点近 那学妹暗恋她 挺多人都看出来了 林碧涵和她说过两次 她压根没当回事 毕竟她那么爱她 根本看不上别的女人 后来社团聚餐时 她帮学妹挡了酒 还顺路送她回了宿舍 林碧涵也没和她吵 直接提了分手 她当时整个人都懵了 天塌了一样 在后来 分手整整半年的时间 她根本记不起 自己怎么熬过来的 她也几乎都要想不起 她用了多大的努力 才求得林碧涵回心转意 给了她一次和好的机会 推开门的时候 周旭妍的手抖得厉害 室内一片漆黑 床榻干净整洁 空荡荡的 好似连专属于她的那种气息 都一并消失了 周旭妍快步走进去 徒劳地推开每一扇门 可每个房间都是空的 她抖着手去拨她的电话 是通着的 但却一直无人接听 周旭妍强撑着 让自己平静下来 她点了支烟 狠狠抽了一口 方才调出林月的电话打过去 林月 让人去找 现在立刻让人去找 去查 周先生 您让我查什么 她将林碧寒白天去的会所 告诉了林月 她离开会所后去了 现在人在哪里 这些天 她都和谁联系过 林月 查她的证件 机场 高铁站 汽车站 每个地方都不要错过 还有 查她的手机定位 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周旭妍转身下楼 直接开车往机场而去 她能去的地方并不多 除却几百里外的家乡小城 也就是她大学时另一个好闺蜜嫁去的城市 周旭妍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她自问自己一向做的隐秘 身边朋友她敲打过的 没人敢在她跟前胡言乱语 讨厌更不敢 所以 也许她只是偶尔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 也许只是因为这段时间 她常常回家太晚 陪她的时间太少 又食言了几次 她心里不舒服 想要给她一点教训 如今不是从前 他们是夫妻 所有利益都绑在一起 她身体不好 一直在家调养 离开她 她就像是从金丝笼里放出去的鸟雀 活不久的 周旭妍这样安慰着自己 却又好似根本无济于事 这一路 她的心脏都秃秃跳着 胸膛里一片滚肺 整颗心油煎火烤一般煎熬 中途红灯时 她又拨她的电话 依旧是无人接听 快到机场时 林月的电话打来 太太下午四点左右 从会所离开的 只是整条街的视频都被屏蔽了 查不到太太的行踪 机场高铁站也都查了 没有太太出行的讯息 周先生 也许太太仍在京城 周旭妍攥住方向盘 墨地松了一口气 去找 不管怎样 把人给我找到 还有 手机定位查到没有 查不到 太太的手机定位 好像也被人为屏蔽干扰了 周旭妍脑子里嗡得炸开 一片空白 林月又说了什么 她完全听不到 只忽然想到 那天她找自己要前世说的话 她说 也给她准备了一份礼物 就在母校的传达室 按照约定 三天后去拿 就是明天 可她一秒钟都无法等了 她一路飙车赶到学校时 已经过了凌晨 传达室的灯早熄灭了 她顾不上太多 下车过去砰砰敲门 鼻尖上忽然触到一阵凉意 周旭妍下意识抬手去摸 却摸到了冰凉的雪花 是京城落了出雪 她和林碧寒定情 也是在这样的一场出雪中 周旭妍有些正正地 站在渐渐绵密的雪中 好一会儿都无法回神 直到宋大爷连着喊了她几声 她才骤然清醒 递过来的 只是一个简单的牛皮纸袋 接过来那一瞬 她像是抓着烫手的火炭 下意识想要丢出去 也许她已经猜到了里面是什么 也许她根本不愿去面对 可最终 她还是打开了 入目就是离婚协议书五个大字 最后一页 是她手写的签名和按下的纸印 在下面 是一些打印出来的聊天记录 除此之外 她只言片语都没有留给她 却又好似 该说的该做的 已经说得很清楚 那些聊天记录 周续妍只看了一眼 就将纸一把钻成了团 她给宋大爷递了烟 好声好气递到了欠又道谢 然后开车 直接去了桃院那里 开门时 桃院睡眼惺忪 却又欢喜无比 扑过来就想抱她 却被她抬手一耳光打懵了 周续妍也不说话 只是冷着脸 又是几巴掌下去 桃院的脸肿了 嘴角破裂躺着血 她被打得站不住 跌坐在地上 捂着小腹哭着求饶 周续妍就那样居高临下 冷漠地看着她 然后半点怜惜都无的 一脚踹在了她小肚子上 桃院疼得几乎昏死过去 捂着肚子在地上翻滚 鲜血从她腿间涌出 白色的地毯都被染红大片 她却仍觉得不够 弯腰攥住桃院的衣领 几乎将她整个人拎起来 你算什么东西 她掐住桃院肿胀的脸 掐得她下巴几乎脱臼 她英俊的脸几乎是争鸣扭曲的 声音却仍是冷而平静 一个出来卖的 也敢给我老婆找不痛快 我让你生 只是舍不得我老婆吃苦 你以为你怀孕就金贵了 桃院 谁给你的胆子去骚扰我老婆 惹她生气的 桃院只觉眼前一阵一阵发黑 小肚子里刀子绞着一样疼 她怕得要死 后悔得要死 她为什么要贪心不足 要去消想周太太的位子 她安安生生把孩子生下来 荣华富贵少得了她的吗 我不敢了 周旭妍 我真不敢了 求你 舅舅孩子 孩子要保不住了 晚了 周旭妍嫌恶地将她重重推开 桃院 你最好祈祷上天 我老婆能原谅我跟我回家 不然 你这辈子 真就全晚了 周旭妍 这也是你的孩子 桃院痛得身体静攣 无助地躺在地上痛苦挣扎 满是血的手 努力想要抓住周旭妍 可她却退开到一边 冷眼看着她 痛到昏死过去 方才拨了个电话 把人送医院 死不了就行 周旭妍看都没看桃院一眼 转身出了房间 到楼下时 地面已经覆盖了一层白 周旭妍只穿着衬衫和长裤 却绝不出冷 她再次拨林碧涵的电话 依然无人接 周旭妍垂眸 望着无名纸上的婚戒 才猛地想起 好似数日前 林碧涵的手上 就没有带着婚戒了 那么 那天在医院 其实 她都看到 都听到了吧 可当时 她竟然没有质问 甚至一滴泪都没掉 她该是对她有多失望 周旭妍不敢去想 不敢去想 当时林碧涵的心情 正如她根本找不到词 去形容她此刻的心情一样 我跟着老师 直奔千里外的西北小镇 条件简陋 形成紧张 老师一直担心 我的身体会吃不消 但熬过一开始的不适后 就渐渐适应了这种 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 我换了新的手机和号码 但旧手机仍保持开机 号码也没有注销 只是放在住处 没有随身携带 旧手机上 几乎每天都有 周旭妍的电话和短信 但我一概没有接也没有看 到西北后 我给许珍打了个电话 简单说了和周旭妍的事 许珍气得在电话里 大骂了周旭妍 足足十分钟 怪不得你一声不吭就跑了 碧涵 周旭妍这些天找你找疯了 还来医院堵了我好几次 但我是真不知道你去哪了 所以她堵我也没什么用 还有其他同学那里 她好像把每个和你关系不错的同学 都问了一遍 我叮嘱许珍 她再找你 你就一概说不知道 我知道 你放心吧 不会让她纠缠你的 只是 碧涵 你还会回来吗 当然会 我还要回去和她办离婚手续的 如果她执意不肯离婚呢 我一笑 无所谓啊 反正我以后天南地北地跑 她也找不到我 大家就耗着吧 那周家肯定不答应 人家可是独子 又有皇位要继承 结束通话后 几个师弟师妹来叫我出去吃晚饭 晚饭又是羊肉锅子 香味扑鼻 之前在北京时 因为身体不好 饮食一向特别注意 牛羊肉都是要少吃的 怕不受补 但现在来了这边 入乡随俗 人却好似越发精神起来 老师都笑着打趣 这几天明显看你气色红润了不少 哪像刚见你时那样 脸上都没什么血色 还不是因为跟老师在一起开心 吃得香睡得好的缘故 我端着碗凑到老师跟前 靠在他肩膀上撒娇 多大的人了 在你师弟师妹们跟前 也没个正行 老师一边故作嫌弃地说着 一边却加了一大块肉 放我碗里 快趁热吃 多吃点 我低头咬了一大口肉 鼻子却忽然一酸 我不想让老师看到我哭 合着眼泪 将碗里的肉吃光了 那晚回去后 就手机不断震动着 周旭妍不知吃错了什么药 一刻不停地打着电话 好不容易平息下来后 我给她发了第一条 也是最后一条短信 离婚协议签好 我会回京和你办理离婚手续 除此之外的事 都不要再打扰我 否则 这个电话我会永久注销 信息发过去那一瞬 周旭妍又打了电话过来 我依旧不接 她也没有再打第二个 只是许久后 回复了一个字 好 信息发送出去 周旭妍颓然靠在沙发上 忽然捂着脸 无声笑了 朋友们坐在一边面面相去 却没人敢劝 这些天她找林碧涵 都要找疯了 虽然没张扬出去 但圈子里却已经渐渐传开 她那小三桃院也挺惨的 听说送医院太晚 子宫没能保住 周旭妍却还不肯放过她 前几天刚被学校开了 家里父母嫌她丢人 也断了关系 如今苟延惨喘 如履薄冰 恨不得日夜焚香 祷告求林碧涵赶紧回来 周旭妍好放她一条生路 但林碧涵 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毫无音讯 颜哥 刚才是嫂子发的信息吗 有人大着胆子问 周旭妍靠在沙发上 闭着眼 久久无声 就在众人以为她不会回答时 周旭妍却忽然开了口 她是真的不要我了 气氛有一瞬间的凝智 哪能呢 你们这么多年感情 等嫂子气消了 你好好赔个不是 嫂子心软 会原谅的 周旭妍只是摇头 你们不了解她 她话音刚落 房门却忽然被人从外踹开 重重撞在墙上 发出哐郎一声巨响 众人吓了一跳 都回头看去 周旭妍也缓缓坐直了身子 她微微眯了眯眼 看清来人后 却忽然挑了挑眉 鸡翘笑了 原来是你呀 陈静瑶 陈静瑶并不应声 也并未看房间内其他人一眼 她静止走到周旭妍面前 一脚踹翻了茶几 接着伸手攥住周旭妍的衣领 没人料到 看起来这般轻瘦的男人 竟有这样大的力道 喝得半醉的周旭妍 硬是被她拽了起来 狠狠摁在了墙上 怎么 想打架 周旭妍笑得讽刺又恶劣 只是她话音还未落 陈静瑶就挥拳砸在了她脸上 周旭妍 五年前我说过的 如果你对她不好 我不会放过你 周旭妍偏过脸 腥红的血从鼻子里涌出 她混不在意地抬手抹掉 然后重重一拳还了回去 房间里很快乱成一团 酒瓶碎裂 桌椅倾倒 喝得烂醉的周旭妍 很快落了下风 被陈静瑶踹翻在地 两人都挂了彩 周旭妍整张脸 面目全非 陈静瑶的手背上 被划开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不停滴着血 你他妈算老几 我和我老婆的事 轮得到你插手 周旭妍支着一条腿 靠在沙发上 冷笑连连 怎么 听说我们闹别扭 就迫不及待赶着来挖墙脚了 只可惜啊 陈静瑶五年前林碧涵选了我不选你 五年后也照旧 陈静瑶缓缓钻紧了低着鞋的手 手背上的伤崩裂更深 看起来就渗人 可他却浑然觉察不到疼 只是心里像是扎着一根刺 那刺扎得越来越深 钻进他的肉里 让他日夜难安 兄弟一场 好心劝你一句 别惦记别人老婆了 周旭言笑得无比恶劣 我们都结婚三年了 睡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他故意死死盯着陈静瑶的脸 欣赏着他脸上每一寸痛楚的表情 吸食着刺激的快感 所有的理智都当然无存 他只想让陈静瑶痛苦 崩溃 他的初恋 初吻 初夜都给了我 你拿什么跟我争爱陈静瑶 林碧涵有多爱我 所有人都知道 正是因为爱我 他的眼里才会揉不下伊丽莎 他越是和我闹 越是证明他在意我 所以 你千里迢迢跑来 有什么用 你以为你就能趁虚而入 抱得美人归 别妄想了陈静瑶 林碧涵眼里从来没有你 他也不会爱你 周旭言扶着沙发 艰难地站起身 饶是他无比狼狈 但此刻站在陈静瑶这个昔日的失败者面前 他仍要高高在上 我不会和我老婆离婚的 死了这条心吧 这辈子 你都没有机会了 周旭言 陈静瑶看着他 眼眸深处仿佛附了一层双血 寒凉到了极致 却也决然到了极致 如果五年前 我能看出你是这样的人渣 就算拼着他恨我怨我 我也会把他抢过来 你凭什么跟我抢 还是说 你这人犯贱 就喜欢别人吃剩下的呀 陈静瑶豁然抬手 染着血的手重重砸在他下颌上 他望着周旭言 眸底一片血红 我等着看你的报应 周旭言 其实从来不信什么报应的 但当他终于千里迢迢 赶到那个黄沙覆盖的小镇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陈静瑶先一步 从沙漠里找到林碧寒时 那一瞬他忽然明白 他的报应来了 来得迅猛 而又猝不及防 他没有防备 更是毫无还手之力 黄沙漫卷 遮天蔽日 他不知道林碧寒有没有看到他 他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陈静瑶 小心扶着受伤的他 上了那辆沙漠越野车 而上车时 他因为太过虚弱无力 是陈静瑶将他抱上去的 他还是跟着那辆车去了医院 他的老师出面拦住了他 却让陈静瑶跟着去了检察室 风停了 慢卷的黄沙也停了 他呸出满嘴的沙子 点了支烟 一支接一支 停不下来 他仓皇地问他的恩师 他一直都跟着您在这里吗 是 他很努力 很能吃苦 他身体不好 周旭妍强咽下喉尖的色意 这段时间 他是不是很辛苦 老师抬了台下盒 淡淡望着他 不 他很快乐 周旭妍的双眼红得吓人 也许是被风沙吹的 老师 我还有机会吗 他会原谅我吗 我真的后悔了 我知道错了 他像个无助 却又茫然的孩子 那样高大的一个人 抓着老师的衣袖 差点就落下泪来 我不知道 但我尊重碧寒的所有选择 老师 你帮帮我 好不好 可老师摇摇头 推开了他的手 碧寒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我很了解他 而他的脾性也和我很像 这件事上 没人能帮你 可是老师 我们十年的感情 那又怎样 老师笑得淡漠却又轻蔑 我和我前夫 结婚十五年呢 他甚至跪下来哭着求我 但是 脏了的男人就是脏了 和垃圾没有区别 周旭妍 我们女人不是垃圾回收站 你如果当真念着你们十年的情分 就放他自由吧 离婚手续办好那天 从民政局出来时 周旭妍叫住了我 老婆 她神色正正 整个人都失了神采 那双曾经多情 却又肆意的眼 早已暗淡无光 叫我名字吧 碧寒 周旭妍走到我跟前 站定 她阴阴望着我 那暗淡的眼底 隐约又升起光亮 我们还可以做朋友的是不是 就像十年前那样 先从朋友开始 我摇头 不可以 可是碧寒 我决然打断她 周旭妍 五年前我就说过 我的人生词典里没有原谅二字 当年我委屈自己 退让了一步 所以五年后 我也得到了报应 那我们不做朋友 从陌生人开始 好不好 你只再给我一次机会 就这一次 我发誓 周旭妍 你还不了解我吗 在你眼里 不过耳耳的林碧寒 其实是个匠种 周旭妍 疏然看向我 那天晚上 你都听到了 我淡淡点头 对 全都听到了 她眼底最后那一点光 犹如冰裂斑碎了 可是碧寒 你拿走了最爱的那串珍珠项链 还有我们的婚戒 你还是舍不下我们的情分的 她像是落水将死的人 迫切地想要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 但我打破了她最后的幻想 我在首饰工坊里将他们全都烧毁了 周旭妍 你可以去下水道里 找那所谓的旧情 我不再和她多说 转身继续向外走 可周旭妍很快又追过来 你要和陈静瑶在一起了是不是 可是天底下的男人都一样的避寒 她只是因为没有得到你 一旦得到 她也会和从前的我一样 犯同样的错 那又怎样 我眸色淡淡看着她 经历过你这样糟糕的前任 还有什么输不起的 你要嫁给她了吗 婚姻我会慎重考虑 但是我还年轻 喜欢的事业和喜欢的男人 完全可以兼容 你喜欢她 我看着她笑了 和你有关吗 我站在马路边等红绿灯时 就看到了停在路边的车子 初春的天气里 陈静瑶穿着黑色冲锋衣 靠在车边 枯枝上冒出了鹅黄的心芽 风里却还带着冷意 她安静站在那里 却又时不时 往我走来的方向看去 直到看到我那一瞬 她瞬间站直了身子 太阳破云而出 淡淡明亮的光韵 就落在了她眼中 临避寒 她大步向我走来 在信号灯变成绿色 在凝固的人群 开始穿流不息 变成斑马线上跳动的音符 我却站在原地没有动 只是唇角带着笑 微微歪着头看着她 看着她长腿阔步向我走来 如醉眷勇的电影画面一般 林碧寒 她终于走到我面前 低头看着我 好似很紧张 呼吸是乱的 好似风太冷 将她的耳朵也动得微红 我仰脸看着她 恍惚想起很多年前 那个格外桀骜不驯的少年 原来上学放学路上 无数次的偶遇 不只是偶遇 原来无数次偶遇时 擦肩而过视线碰撞 不只是巧合 我无法去想 当年在我一心一意 和周旭妍恋恋爱时 作为旁观者的 陈静瑶是什么心情 在我拒绝她 决定和周旭妍在一起时 她最后看我那一眼 最后那一抹笑 又隐忍了多少的伤心 只是爱情 从没有道理可言 年少的陈静瑶和周旭妍 是截然不同两种类型 而那时候多愁敏感的我 更喜欢会哄女孩子 开心的周旭妍 好似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过往种种我不后悔 只是我决定向前看了 等很久了吧 我笑着问她 不久 刚刚好 她垂在身侧的手 缓缓抬起了一些 好似是想要握我的手 却又顿住了 陈静瑶 我叫她的名字 轻轻跺跺脚 北京春天的风可真冷 你很冷吗 是啊 好冷 我的手都冻僵了 我伸出手给她看 指尖冻得微有些发红 陈静瑶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她搓揉着我冰冷的指尖 直到渐渐回血温热 才自然地握着我的手 放入了她的大衣口袋里 信号灯又变成了绿色 人群再一次鲜活流动 陈静瑶拉着我 也融入其中 春天来了 春意渐浓 正是恋爱的好时节 周旭言 林碧涵还是嫁给了陈静瑶 结婚的时候 去了好多好多 从前的同学朋友和老师 甚至比当年她娶她时的多多 婚礼没有她当年那样高调盛大 但却无比温馨幸福 整个婚礼流程 周旭言是在朋友的社交平台上看到的 身边人都劝她 想开点 别关注了 人家夫妻恩爱 密里条友一般 她又何必自己找虐呢 但周旭言无法控制自己 她就像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小偷 躲在暗处窥似着 不知是想要找出一丝裂痕 还是想要在凌迟的伤口上 再撒一把盐去自灭 那一整夜都没能入睡 翻来覆去地翻看他们的每一张合照 每一段视频 林碧涵依然很美很美 这几年的四处奔波 风餐露宿的辛苦工作 并没有将她搓磨得容颜失色 反而比之从前做周太太时 更鲜活 更健康 据说这几年 陈敬瑶和她一直聚少离多 几个月半年失联 也是常态 周旭言也曾暗戳戳地想过 陈敬瑶也是男人 身为男人 而她最了解男人的劣根性 她就不信她 真能做到守身如玉 真就毫无一丝怨言 甚至还让人暗中盯过陈敬瑶 想要抓到她的错处 捅到林碧涵的跟前去 可几年过去 陈敬瑶一如最初 半步行差踏错都没有 只是陈敬瑶求了几次婚 林碧涵都拒绝了 她知道实案中无比欢喜 可惜好景不长 林碧涵虽然没点头要价 但每次回京都 住在陈敬瑶家里 她一开始特别盼着林碧涵回来 因为可以远远看她挤眼 解一解相思 但后来她最怕的 就是林碧涵回来 因为她做梦都会梦到 林碧涵和陈敬瑶在床上的画面 周旭言想 怕是至死都忘不掉 林碧涵刚搬到陈敬瑶家时 他们俩三天都没出门 三天后 他们一起去超市 陈敬瑶是怎样的满面春风 而林碧涵又是怎样的出蕊带路 她坐在车里自虐般看着 那一瞬间 死的心都有了 林碧涵嫁给陈敬瑶的第二年 有了身孕 也是那一年 她在一次酒后回家时 被陶怨狠狠报复了 这几年过得不人不轨 满腔怒火都撒在了陶怨身上 陶怨最初惧怕她死死隐忍 后来该是情绪崩溃 干脆和她鱼死网破 但她没死成 只是很巧合的 林碧涵肚子里的孩子 一天一天长大时 她却被医生宣判了死刑 下半生无法离开轮椅 周旭言想 陈敬瑶那混蛋 可真是一语成衬啊 她背叛了自己最爱的妻子 亲手踹掉了 自己这辈子唯一的孩子 而如今 她永远失去了最爱 也再不可能有孩子 果然是遭报应了 而鱼下这无望又漫长的半生 她都要活在 自己亲手种下的报应里 不得往生 全文完 都要活在哪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